欢迎你回到 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在看到 王浩宇被罢免成功之后 下一个是谁 下一个轮到他 黄杰高雄市议员 继岛屿天光之后 也会被罢免成功吗 这是一个大问号 那我们先来看看 有一些所谓政治前辈 或是评论界前辈 有一些评论 像是吴子佳就说 黄杰的存活率很低 有可能会被罢成 那这个神父熊 神道老师说 五五波啦 有可能嘛 不过有点难度啦 那过去这个黄毅宗一直说 可能不太可能 应该不会不会这个过得去 可是他现在说 这个讨厌黄杰的人 本来觉得罢免门槛很难 不过现在有可能咯 我们线上因为有一个老朋友 正在等 我们赶快去连线这个毛嘉庆 因为他现在人在高雄 嘉庆 嘉庆您好 嗨 前者好 大家好 书伟社医师 还有反来猪的李建成 苏医生好 我们一起在凤川的凤夕黄昏市场接讲 是 三位好 今天下午我们想要知道 在高雄所谓霸捷的气氛如何 你们在那边做什么 对 我们今天宣传车 刚才我们在整个黄昏市场 跟在周边的热闹街道 一起在这边巡回巡讲 然后大家的反应都很热烈 不会像台北说的什么很冷淡 或是这边太绿或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我们讲的是核心的问题 我们不要再被霸凌跟欺骗 我们不要莱克多巴胺 对像我们在刚刚在讲的时候就说 祝大家行车平安 但没有人要莱克多巴胺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请苏医师跟建成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整个接讲的经验 还有他们其实这几天 已经有很多的 包括座谈会 也都已经跟凤山的乡亲 有直接面对面的接触 那种感觉是热烈的 因为我们不要莱克多巴胺 我们不要任何掩护莱猪党 当政权打手的这些政客 继续污染我们的政治 是 苏医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很多人说罢免黄结 尤其是绿营觉得罢免黄结的理由 不够充分 就是不成立 您觉得呢 其实罢免一个政治人物 基本上就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那跟弹劾不一样 弹劾当然要有非常坚决坚定 而且具体的一个法律上的理由 但是罢免基本上 他就是一个选举权利的一个收回 我们可以把他选出来 就可以把他罢下去 所以当人民支持你的时候 当然就选你出来当公子 那人民不支持你 就把你罢免掉 虽然选罢法规定 罢免是要有理由 但是罢免的理由 是政治上的理由 它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理由 任何一个公职人员在面对罢免的时候 他要提出来的抗辩也是一种政治上的抗辩 而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抗辩 所以是觉得黄杰最该被罢免的点是什么 当然因为我目前来讲最主要的还是在这个莱猪的公民投票上面 那我想黄议员他跟我有一个共通的地方 就是他也是公共卫生出身 但是在捍卫萊猪 国民健康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没有站在自己的专业立场上面 把萊猪的整体的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地方政府 可以透过立法来保障的这个部分 他放弃了 他民意代表应该有的一个义务 那这一点上 我想在政治上 他就要接受公民的一个检验 当然也可以有人去同意他继续留任 那也可以有人同意他不留任 那就是看到底谁的力量比较大 是 那我们再问一下建成 建成有人说你们在罢免黄杰 是对一个小女生的霸凌 你在这个接讲的情况中 你有发现有这样的反馈吗 有人觉得你们在霸凌黄杰吗 还是大家的气氛是怎么样 蛮多路上的路人都举一举大拇指对我们比赞 因为我觉得高雄人比较含蓄 所以很多内心的意见不敢表达出来 那当这个萊猪的议题成为一个民意的出口的时候 大家会把这些民意上面的不满一起表达出来 那我认为这个投票也是一个民意的展现 因为在所有的法律或者是立法的程序上 我们都一直被压制 民意一直被打压 所以直接民意的展现就是呈现在罢免的投票上面 是 因为黄杰他其实有公开说过 他反对莱克多巴胺 可是在这个议会上头 要公开要来表决的时候 他落跑了 这点对当地的民众来说 是不是一个很在意的点 光这一点就足够了 确实是 是 因为我们希望所有的民意代表和政治人物 都可以表态来反对莱克多巴胺的开放和进口 那当他闪避或者是不回应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种默认默许这样的猪肉进口的时候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我看到这个家庆有微微惊 所以当地的天气是冷的吗 是很冷的吗 你们在街头上是感受到非常冷吗 是因为我们站在宣传车上这样巡讲 所以风比较大 然后因为我过去这一两个月都在宣传车上 你知道从中立到这里我没有停 所以说我的这个确实是有点瘦寒 是我个人 那入夜之后温差也很大 所以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志工 要出来帮忙这个宣讲跟这个举牌 罢免黄结提醒大家的人 晚上还是要做好保暖 因为日夜温差还是有点大 好 非常谢谢三位 因为时间的关系跟三位说 谢谢然后也请大家保重 谢谢罢免黄结 谢谢 拜拜 这个国庆胜 你感觉这罢免的贵吗 我自己个人的观感 预测黄结是结后余生 结后余生 可能所谓的吴吴婆 没有 结后余生就罢不过 罢不过 结后余生 我们说真的 因为其实罢免它有很多的条件 有很多因素 你像王化瑜 王浩宇 王化瑜 我的朋友王化瑜 他是变成 当年来已经变成民进党的包袱 民进党说我没台帽 一支收你这港的 一支港在那里 你用电风收你 所以他们自知不理 他们没有在停 所以靠早把刑 可是问题是 民进党都说黄结很危险 他一直在盘算 打什么算盘 绝对不会 他们危险的 就陈其迈的问题 如果危险陈其迈就有问题 我跟你讲 今天如果郑文燦要停 什么瑜 我来伸他一个王鼎 王浩宇一个王浩宇一个王浩宇一个王浩宇三个朋友 要停他的话 他只要把李政叫来吃饭交代 说李政拜托 不要让我帮你看 没交代 你回去交代林政 叫林政去爱家爱夫拜訪 拜托 不要再投票 你们这一年 如果投票没超过两次 来 我一百万给你建设经费 你的社区美化水稿 桌楼改善 这个李政会没有 他就这样跟林政说 林政就去向他消育贷 拜托不要去投 不要投你门口那条水稿 有的城堆湿得这样 我们要把我们换掉 路灯也换身 对 你会去投吗 你为了你居家环境 为你生活品质 你当然不会去投 那会过吗 就不会过了 对嘛 所以周恩蔡没有救他 行政资源的介入 可以去左右整个选取的结果 那高雄不一样 高雄风风吹本来就是斐 那陈其 entitled 我觉得她不可能 会看着黄姐这样赢掉 这也是民主馆 所以如果像我说 都用行政资源 来跟林长 里长 公共的 大家出獄 说你要罢他 这确实很困难 它这些人在寒风中 站着话子 decoration 这就是看看社会气氛 会不会押过行政首长 以及林长 里长 他們的勸說 你如果說比較有經理 你開花的時候 你說萊豬這麼重要 你嘴說反對 結果開花你落袍 你不是在等下 這個理由就充分 足以把他罷掉 至於陳柏惟 我可以打包票 絕對過 要賭雞排了吧 我不用賭了 我請問就好 好請問就沒問題 這沒問題 我跟你說 陳柏惟說 他要請兩千三百萬人 我恭喜他 黃捷這關就可能不會過 突然如果他過 他自己會過 因為怎麼講 台中市市長是誰在做 盧秀燕 對 那要 都立委 我簡單你甘知道 四分之一的選票就有了 譬如說他要五庫 兩座 三座 都總五庫 22萬的選票 5萬5他就要這樣 那你知道 那個 他那七萬萬 七萬萬 七萬萬 他就下來了 對 元寬的拿多少你知道嗎 10萬 對 譬如我同意來說 三百人你知道 陳三百 陳明文先生 我如果要罷免他 我們選區只要五萬五千票 我拿多少你知道嗎 我拿六萬多 國民黨黨期的那個還拿一萬多 我們兩個加起來將近八萬 五萬多就過了 但是我感覺很多人說要同願罷免 我尊重 充分尊重民意 選書就選書 不必要再去 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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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國民黨 他不去 我去 這也不意 我選書就覺得就好了 要不然五萬五他就過了 所以說現在的立委真的 仁仁自衛 你如果不做好事的委 你不用怕說不罷免罷免 反而是議員比較難罷免 議員比較難罷免 議員門檻比較高 議員 我算是算這天而已 結果投票是幾倍的 不過你這樣 你剛才這個國慶兄這樣講 看起來陳明文要罷免也很簡單 不是很難的事情 沒有...很困難 是不是 很困難 為什麼你知道 縣長是民進黨執政 要看地方首長是誰 縣長 鄉長全部 這次選舉他贏五兄弟 我也贏五兄弟 我們這個選區是十鄉鎮 我們兩個是五五坡 你國民黨這個 賣出來拿萬五票 怎麼會不會過 國民黨比較有可能 他回來了 所以這個從國慶兄的說法 大家可以知道 地方的這個首長是誰 是南國綠的 這個影響超級大 省政資源 省政資源 省政也他們做 農委總幹事 他們代表主席 他們代表 船長都都他們 他只要去把你們顧投票 趕說你問出投票 我告訴你 所以這個國慶兄 現在如果黃茄看他 可不可以嚇得來 會不會被罷免成功 就要看陳其邁了 陳其邁一出手 陳其邁只要不理他 他就這個不理他 他就一定輪 他就輪 陳其邁動用行政資源 總收了公務人員行政體系 他就安全了 他就安全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黃茄 過去為什麼他的很多人都說 他為什麼要罷免他 罷免他有正當性嗎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 萊豬的議題他的表態 要表決的時候他落跑之外 其實他過去的 點點滴滴的言行 也觸入了某一些高雄人 包括在2020 6月6號 去年當時這個 韓國瑜被罷免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下一個就是黃茄 就是你 你不要跑 那時候黃茄怎麼說 他說鳳山的鳳沒那麼好寫 推動罷免真的不簡單 這個字真的 這個有這麼難寫嗎 這有這麼難寫嗎 很多人聽到這句話 鳳山的人聽到這句話 真的很不開心 11月20號那個時候 他的罷免案已經很多人在推動了 眼看要成案了 那個時候他還說 我家人也開玩笑說 很希望我被罷免 因為我太累了 因為我太累了 終於有機會可以休息了 吹哨 吹哨 應該 那2020 3月5號 那個時候 韓國瑜面臨罷免案的時候 他怎麼說 他呼籲韓國瑜 真正勇敢是拿得起 放得下 市民其實很早就死到你了 真是知所進退的話 你不要等人家來罷免你 你自己應該要辭職下台 現在選民也把這句話 送給他 送給他 你到處說 嗆別人自己知所進退 那你現在已經成案了 你為什麼不知所進退 我譬如說黃傑一開始也是 就跟陳柏惟跟王浩宇一樣 非常秋 他覺得我們透懂 沒有 你不可能罷免掉我了 可是他現在發覺情況不對 因為他第一個 他的連署是遠遠超過他的需求 兩萬八千 幾對四萬九 多了兩萬一千 其實多很多 所以他真的嚇到 然後再來王浩宇也真的被罷掉 他嚇到 但是我的觀點 跟國進哥滿接近的 就是我認為要罷免他 真的非常困難 因為別的什麼都不要講 因為黃傑比他們兩個都聰明 你是說王笨嗎 王浩宇到他死到零頭 還在那邊一直在那邊 故意製造一些有的沒的新聞 對 應該是唯一的女生 是 然後陳柏惟到現在 還在那邊講那些幹話 什麼我沒有對不起 我投我任何一張選票 你真的好意思講 那黃傑他現在開始裝小女生 對啦... 然後就裝可憐 博取同情 對 同情 然後你看應該是他 很快樂的去市場發春聯 就跟婆婆媽拍照 所以要罷免他真的極度困難 但是我覺得重點 不在於困難不困難 而是這是一個表達民意的時候 特別是他要來出議題落跑 我覺得這是很多市民無法接受的 你一定要做到底 至少要讓他嚇出一聲冷汗 才能夠讓所有的民意代表 知所警惕 是 所以剛才其實國慶兄講 黃傑能不能夠被罷免掉 可能很大的一個因素是 陳其邁 如果陳其邁出手相救 要救一下黃傑 他可能就安全了 如果陳其邁說 就是放著那裡 但是還是看黨中央 他可能就死掉了 看黨中央 看黨中央 現在黨中央的氣氛是怎樣 他也會詢問黨中央的看法 如果說這真的是對 民進黨是負面 是保護 順遂退縱 就把他差不多 反正後來還算 這也沒有補算 議員是要出缺 同選區出缺二分之一 才補選 陳其邁說整個人去出圖 剛才我先議員 整個都沒有議 才有定選 所以議員要出圖 不能整台車都坐議員 坐我的孩子不能整台 這也嚴重 我們要敲一下 所以議員要補選 這幾乎是沒有的 他不是行政首長 出缺就補選 他是議員 減一個也沒差 你覺得現在黨中央 有沒有想要救他 我覺得看他手腕 他怎麼去說動陳其邁 陳其邁市長 怎麼去跟中央 討論他的議題 因為要挺他的話 還是要變成激化 你民進黨 常常不要插他的話 沒聽到沒鬼 所以順庭 晚上的用 二長叫來叫 二長叫來叫 叫大家都不要去投票 大家都二長 二長來投票 送單 是 你就跟我說沒有了 你再來 難怪現在這幾天 黃捷都緊緊跟在陳其邁旁 一定要兩天才小鳥依然 對 然後去撒嬌 對 對 所以說 鑽定款又是在市長的手 所以我覺得要 再看他的造化了 對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